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官宣 身影沙遭入纯重打击 球迷痛批国际拼领决定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小魔王身影沙的最新消息 众手周知啊,其实很多球迷啊 一直在讨论关于身影沙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啊,身影沙 在林底啊,参加了世界杯决赛 并且了,如爱一场 收获到了 世界杯决赛的女当冠军 但是呢,外界呢,依然有 自己的声音,认为啊,身影沙 本次获得的世界杯女当的冠军 并不能 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冠军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在近期 国际体育总局方面啊 进行了正式官宣,揭开了球迷心中的疑惑 根据国家 体育总局发布的 2021年我国运动软 获世界冠军统计表格中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乒乓球 项目中只录入了东京奥日会 和休斯登四片赛的夺金球员名单 而身影沙在世界杯决赛上面获得的女当冠军 并未列入其中 也就意味着,并没有认可 本次世界杯决赛的男当冠军和女当冠军 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 很多球迷啊 也是啊 感到难以接受 身影沙也遭入到了重大的打击 其实啊,提到本次 世界杯决赛啊 身影沙还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那么新后过关斩将啊 拿到了十字名归的 世界杯决赛女当冠军 但是最终呢 各个方面啊 官方媒体 并没有认可 本次世界杯决赛女当冠军 为真正的世界冠军 很多球迷啊 也是非常的气愤 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国际拼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本次 在新加坡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啊 是由国际拼领组织的 并且采用了邀请制的形式 正是因为国际拼领 对于本次世界杯决赛各个方面的安排啊 并不符合世界大 这个世界大赛冠军的平行标准 因此啊 身影沙也是非常遗憾的 措施的世界冠军啊 这个世界大赛的女当冠军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首先呢 从国际拼领 对于本次世界杯决赛的赛程安排 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总共只有三点的比赛 这很明显啊 与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大赛啊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国际拼领 是采用邀请制的形式 来参加世界杯决赛 这与世界大赛的标准呢 也不相符合 真正的世界大赛啊 是采用报名的方式 并不会采用这种啊 邀请排名靠前的选手来参加 那就意味着了 对所有的队员啊 并不是公平的 没有啊 采用一视同仁的方法 这也不符合啊 世界大赛的 这个真实标准 本次世界杯决赛啊 总共只有十二名 那么总共只有三十二名 球员参加 并且还设置了高额的奖金 那么因此啊 从某种意义上面 与真正的世界大赛啊 追求公平公正啊 这个公平竞争的拦者啊 实际上啊 也不太相符合 因此啊 外界啊 官方媒体 也没有把 本次世界杯决赛 定义为真正的 世界大赛冠军 那么 国际拼领的 这种 争议决定和安排啊 实际上 也给生意杀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那么首先啊 生意杀 是凭借着自己的真实实力 各负的重重难关 而且啊 还要冒着 一定的安传隐患 参加了本次啊 世界杯决赛 但是最终呢 个人获得的 女单冠军呢 并没有 受到相关 部门的认可 很多球迷啊 也是有一些 感到惋惜 当然了 同时 我们也认为啊 生意杀 也不用太过失忆 因为啊 生意杀 现在已经迎来了 强势崛起 在明宁的 世界大赛上面啊 生意杀 肯定能够 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啊 收获 被外界 一致认可的 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大赛的 女单冠军 小米朋友们 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